海區的紅太路線是很難以遷 今天早上紅太是在台南各鄉 沿海水庫 早期台南的紅火水 不太大 但是也團出部分的災情 台南執政府是提醒民眾說 今天放紅太卡到晚上的十一點 在台南才會討厭保衡款 所以民眾也要特別照顧 受到紅太海區的影響 台南市車大橋的環境去大院 紅太海區的路線實在是很怪奇 車市早上都在台南各鄉的沿海 五個連結不離開 不過台南車市早上 沒有說太大 有民眾走去看海影 我做人來 但是我來看他的 以中國我來拿到紅太的 有什麼影響 如果在北門沿海 從車三晚上到車市早上開始起風 雖然沒有造成太大影響 不過民眾是煩惱 接下來會掃到紅太海 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海邊的風也很大 可能這個颱風的影響 會是在那個颱風過後 那個颱風尾 西南氣流引進來的時候 那個雨量就會增大 雖然台南的災情比較少 不過隔壁站附近的幾百歲了 整個暗也去向風先走去 如果說你在高鐵站要往回走 要往86方向走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這地方也是一樣 因為強風大雨 我們的路數也都打了一排 根據台南市府的統計 紅太海櫃作成台南 有四千一百三十九戶停電 有七十二大路邊的橋樓倒去 還有十幾個工庫工廠上升 目前市府的工具 已經派人去衝刷 如果到齊時早上八點半為止 紅太海櫃的中心 在台南沿海三百平 三十公里的地方 台南市沿海邊沿的風力 是五級到七級 最大有九九級 他說營養十一點 台南才的脫離不方便 提示民眾就要特別注意 記者文哲雄 台南報道